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接著下來我們安琪老師也要分享 一個推薦給大家的健康好料理 對 今天用了海鮮來搭配 這邊我們是用了一些中藥的東西 這個是菊花 給鏡頭看看 這種是菊花茶的菊花嗎 對 菊花茶的菊花 就是在中藥行可以買得到白菊花 那為什麼要用菊花 菊花也是剛剛中醫師有講 它會降火 它比較清涼 所以我們用菊花泡水來做我們的料理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是菊花 然後利用了枸杞籽 這個是小茴香 這都是屬於中藥材的部分 然後還有薑黃 家裡面有薑黃可以用咖哩來代替 這邊我們就先用一點油 把洋蔥跟大蒜爆香 菊花跟枸杞 都是傳統中醫認為 事實上也是對眼睛很好的 很好的 對 我們這邊用一點油 我把大蒜跟洋蔥炒一下 然後炒出香氣來 那今天的三種海鮮 我用的是這個鱈魚切塊 然後這個是新鮮干貝 這藥啊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這顆我們用水這樣一粒一粒洗乾淨 因為它有時候顆的殼會沾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有用熱水 就是熱水也不是燙煮 因為你燙的話它會縮得很厲害 但是你如果不燙的話 你只是洗的話 你下去這個水會螺螺的 這湯汁就會灰灰的 所以我是拿熱水瓶裡頭出來的熱水 給它燙兩次 燙兩次 讓它縮一點 讓那髒水走掉一點 那你的湯汁就不會混混的 就是你用熱水有一點點類似把它過水 過水 對 但是過了之後它事實上是沒有熟的 它事實上只是把表面的雜質或者濁的 稍微讓它去乾淨 對 去乾淨 就在家裡處理 有的時候人家會喜歡抓一點地瓜粉去燙 任何我們今天吃清爽一點 所以我都不這樣子做 好 好 這邊我們把洋蔥炒香了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豆腐 這是營養豆腐 我們洋蔥跟蒜末炒香之後 豆腐切塊也讓它入鍋 好 這是薑黃 薑黃也讓它入鍋 咖哩如果沒有薑黃的話 就可以用一點咖哩來代替 我覺得薑黃跟咖哩很值得 變成必備的香料 對 我覺得很少看到小孩老人討厭咖哩的 對 這邊我們就把菊花的水先放下來 妙了 我很好奇到時候是薑黃味還是菊花 菊花的味 而且還有一個 我們大概有小茴香 結果出來是小茴香的味道 小茴香的香氣是更重的 對 所以是小茴香 這邊我們就先把魚露 因為做海鮮我不希望它有太深的顏色 所以我沒有用醬油 我們直接用魚露 好 我們最後還會用一點小茴香 小茴香也是超級市場的 那個乾的香料區 很容易買到簡單的乾貨 對 乾貨 我這次拿小茴香紙去 拿那個機器打出來的 OK 它的香氣會比較香 因為香料的東西 通常只能保存六個月 OK 它的香氣就散了 對 我們這給它先燉煮一下 讓這個豆腐入味一點 那我們安琪老師這一鍋豆腐 事實上把它悶透了 對 好 那我們就來下我們的海鮮 好 那我們這個鱈魚 鱈魚我是去骨 然後取這個肉 稍微拿了一點點的鹽 跟太白粉給它抓了一下 好 我很怕有時候吃到海鮮 它沒有自己本身的鹹味 對 然後這邊是新鮮干貝 那干貝需要抓嗎 干貝也抓了一下鹽 跟太白粉 就很多海鮮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醃它的話 就是著亮的鹽 然後著亮的太白粉是為了保護它 不要說水分太流失對不對 對 它的鮮味不要跑走 對 不然很多人干貝燒不好 會燒到老 然後乾 然後沒有水分 對 然後最後來大量的這個 蚵啊 蚵啊 好 然後這樣子最後我們就來加 我們的這個菊花 好 所以剛剛不是只有菊花的湯汁 來 我們把菊花放一點在裡面 好 然後這裡 這個菊花為什麼你會有這個想法來放進去 因為我自己喜歡喝菊花茶 難怪 我心裡想說我們家安琪老師 為什麼今天突然冒出菊花 菊花茶 我愛喝菊花茶 我可以常常介紹給我的學生喝 然後你真的這樣子在家裡 實驗這樣的料理 對 對 對 然後這次看到親自給我的食材表裡面 剛好有菊花 我想那個可以大量用到菊花 我們用菊花水 好 那你怎麼喝菊花茶 就是你的日常是怎麼樣來保養 我通常這個菊花還有配枸杞子 因為眼睛 我們用眼睛用得很厲害 菊花配枸杞子 然後直接沖熱水 然後我會放黃旗 也是黃旗 等等 這樣子泡了就是 當作養生茶飲 當作水 對 這樣的話 可能味道就是 會有一點點的黃旗跟菊杞味 然後香味可能是菊花 菊杞子是甜味 對 不曉得終於是覺得怎麼樣 很養生 其實很好 我們等一下解釋給他 其實老師 這個就是因為它的口感又艱巨 而且其實我都很推薦就是說 我們平常保養可以放一點黃旗 因為它對血糖跟血脂代謝 它其實是有幫助的 真的喔 黃旗是有這個功效 那你的這個養生茶是什麼時間點喝 我通常因為上課 我就泡著放那邊 然後上課的時候就喝 就當開水 對 當水喝 對 下午下了課 這個菊花也沒有味道了 就換一般的白水喝 喝白水 因為 這個分享給大家 安琪老師是很厲害很健康的 大家跟著學 水的需要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所以我就喝白水 下午之後我就喝白水 然後免得像剛剛蕭醫生講的 我咖啡都是2點以後就不能喝咖啡了 晚上睡覺會很不好 對 好 那我們這樣今天不用勾氣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菊花水可以來做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非常好吃 安琪老師的咖哩料理 比較像是成人版的咖哩 不是那種日本日式的那種咖哩 它是有一種一些香料味道 尤其是 茴香的味道是非常濃 我一直在試著說 能不能吃出菊花的味道 但是真的是滿淡的 但是它的海鮮真的很好吃 它不管它的魚肉 它的牡蠣 海鮮味加上豆腐的 口感是讓軟嫩的 我想老人吃這道料理 真的會非常非常喜歡 尤其是在現在的冬天 真的很棒的一道料理 我今天在講說甘肾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當了 我當內科醫師已經20幾年 有時候不用看病人 我有時候聞味道 我們都可以聞出一些疾病